如果家里有红枣 你一定要来做这个 多次被亲属点名要吃的美味 做法简单一上手 吃过一次就会让人念念不忘 朋友们一起来做吧 准备300克水磨糯米粉 少量多次的加入200克80度左右的热水烫面 搅拌成大颗粒状 再加入80克红枣 40克葡萄干 下手抓捏均匀 揉成偏硬的面团 然后揪起一块面团 揉捏紧实 再整形成长方形或是圆形生坯 在整形过程中 尽量让红枣露在外面 这样会更好看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些面团一共可以做8个 全部都做好后摆放到增屉里 凉水上锅蒸 水烧开后蒸25分钟 时间到了直接取出来冷却一会儿 让表皮疯干 这样在拿着的时候就不会摘手了 美味的红枣年糕就做好了 软软糯糯 早香浓郁 吃起来特别的筋道有嚼劲 还不摘牙 红枣的用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添加 加的越多就越香甜 这样做的红枣年糕 多次被亲属点名要吃 不仅好吃 关键做法还特别简单 推荐朋友们一定要试试哦 保证你吃过一次 就会念念不忘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